保齡茶室食安风暴持续延烧 台北市政府的法务局召开了调查会议 请保齡负责人到案说明 也会整出了餐厅的91笔消费明细 提供给民众来对照 是否有使用到问题产品 而针对保齡漏早的保单 法务局表示最高可以罚到300万元 现在受害者这么多有没有什么话要来讲 为什么不讲保费 保齡负责人李仿轩陪着律师快步走进法务局 面对酿出两条人命的食安风波 全程一语不发 我们想要掌握在3月17到3月25的消费明细跟记录 那这91笔的消费我们会立刻传给卫生局 让卫生局在专区上面公告 在经历了与法务局一个多小时的会谈 保齡与法务局紧急整理了91笔用餐明细 担心还会有疏漏的消费民众 就怕再有下一个受害者出现 这段时间消费者如果有怀疑 可以在上面看到就是消费的时间 还有金额 核对一下是不是自己有在这段时间 去保齡餐厅用过餐 保险的部分他们的理由是漏脚 说公司当时可能经过一个投资失败 然后所以公司动荡所以漏脚 保齡处于负债状态 被追出公司的失效保单 则可能因为违反食品卫生管理法 最高开罚三百万元 至于对受害者会不会有理赔或慰问金 具体的内容跟执行还是要由他们来处理 所以基本上我是没有说你们一定要怎么做 因为你们提出来你们没做到 我也不能够强制执行 法务局表示对保齡提供的慰问金 他们没有强制力 被害者家属如果提出需求申请 北市府也会针对保齡负责人进行假扣押 避免后续脱产 记得李洛同栏金发采访报道